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修学法严经法界关门 八十三页 八十三页 经文 观约六 骗容无碍门 为此一层 望于一切 由普遍即是广容故 骗在一切中时 其父 还设比一切法 全住至一中 又由广容即是普遍不 令此一层 还及骗在 智内一切差别法中 事故此一层 智骗他时即他骗智 能容能辱 同时色骗无碍失之 那么法界关门呢 我们周骗含龙关 他第六门呢 是这个骗容无碍门 骗容外门 这第六关跟第七关 第七门 第六门 他也是有一点点就是 这个 主位 主位有部分 在八十五页可以先看一下 八十五页呢 他是第七 在色入五外门 那你看他注意 他是说 会以一切望于一法 就从一切法呢 来去看一法 一切法来看待一法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呢 是骗容无碍呢 是从一层望于一切 一层望于一切 有一个 从一个去看全部 第六门呢 是从一个去看全部 那第七门是从全部来看一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视角呢 视角有所 刚好是相反的视角 相反视角 那么这个 所以我们杜顺和尚 他就是智慧很高啊 你看他 他在铺设这些 关门在探讨 在看 那他就是会注意到说 哦 这个主客呢 意患的时候呢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就是主客 意患 今天你来我家的时候呢 我是主人 譬如说 今天你们来新善事 我是主人 你们是客人 那改天呢 改天呢 改天我们去黄居世家呢 那他就是主人 我就是客人 这就是主客不外 主客不外 所以呢 这个法界缘起 我们在观察这一切法的时候呢 有时候 你要想 我是一个主 或者是我是一个客人 这样的不同的角度去看 看待这一切法的这种相互关系啊 相互关系就会产生了一种 不同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说 电视的那个世界 不同的世界 看到不同的一种景观这样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杜苏和尚呢 他注意到这些 这个所谓的世界 这个看事情 看事物的这个主客意味的时候呢 产生的这种 看到的这种情境就不一样了 好 那么片容 那首先 首先什么是片 什么是容啊 那我师父的解释 他一开始有讲话 片就是周片 容就是寒容 所以这个名字 如果照这样来看呢 他其实就是这个官门 周片寒容官 周片寒容官 所以这片容无碍 他有一点点 其实就是这个周片寒容的意思 周片寒容的意思 那么他的视角呢 他的视角就是说 从一法去看一切法 从一法去看一切法 那从一法去看一切法的时候 也就是以一法为 为这个 一法为主 这一切法呢 就是他的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 拜 这一法为主 这一切法是他的拜 所以一成来看待这一切法的时候 由普遍即是广容顾 这普遍呢 普遍就是 普遍就是说 一个法呢 它可以遍布到一切法 这个就要普遍了 因为现在是以一法一成为主体 所以以法一成为主体的时候呢 所谓的普遍就是 我这一个法呢 普遍到一切法 这一法可以普遍到一切法 这个叫普遍 那也就是所谓的一入一切 一入一切 那广容呢 广容就是说 这一法呢 可以容一切法 一法可以容一切法 这个叫做广容 那一法可以入一切法呢 就是说 所有的法都进到了这一法里头 所有的法都进到了这一法里头 这叫做广容 那么 这个等一下我们去看这个 我师父判举个例子 就是所谓的一世千灯 一世千灯的例子 那我们先把这个文啊 再看一下 比如说 普遍即是广容 也就是说 当一法进到一切法的时候 也是一切法进到这一法里头 普遍就是一入于一切 一入于一切 广容呢 广容就是一切入于什么 入于一嘛 广容就是一切入于一 现在呢 这个华言的境界就是很不可思议 就是说 当一进到了一切 那一切也就是怎么样 那一切也就是怎么样 进到了一 我们举一个 我们现在比较可以 这个 了解的 随便哦 现在呢 这个 台湾假设有 有一百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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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普遍就是说 哦 我慧迁呢 我这个慧迁 师父 进到了 这一百家庙 这就普遍嘛 我这么厉害 我一个人 我可以现在就 普遍这一百家庙 就是一法片的一切 哦 或者是说 我们有一百个佛友 的家 哦 我可以怎样 我可以普遍 那么 或者是说 这个一月印千江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哦 一月印千江 月亮它是不是同时都出现在 每一条什么 江水上面 是不是 哦 月亮它同时出现在 每一个江河 每一条 哦 甚至你有个小水杯 它也可以看到月亮 哦 这就是普遍的意思 哦 就是一 可以进到一切 哦 月亮明明是一个 可是它可以进到什么 所有的江河 这个一路一切都普遍 广荣呢 广荣呢 这个就变得 所有的月亮 所有的江河 也进到了什么 也进到了月亮里头 哦 哦 月亮进到了所有的江河 所有的江河 也进到了什么 月亮 哦 我这个河上呢 进到所有的寺庙 所有的寺庙也进到了什么 进到我这个河上 哦 哦 那你在一般我们在取向 执着分别 大家想想想想 这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哦 哦 这怎么可能 所以一路一切 就已经很难了 那一切还要怎么样 还要入一啊 一切还要入一 一切还要入一 现在就是说 为什么叫做世事无碍 这个周遍寒荣 就是说你要 它既是普遍 又是什么 同时又是广荣 就同时一路于一切 那同时也是一切怎么样 一切路于一啊 因为讲一跟一切 就是有点太抽象 有点抽象 所以我们就用几个例子 哦 比如说我进到一切寺庙 一切寺庙也进到我的身体里头 其实如果你去看华音经啊 华音经就常常在讲这些事情 哦 华音经常常讲什么 哦 苦贤菩萨现在呢 变满十方伯伯了 哦 你可以看到哦 苦贤菩萨现在变满十方伯伯了 然后呢 十方伯伯 无量无边的这些岔土 也进到了什么 苦贤菩萨的身中 啊 如果你们有修学华音经就 还有这个印象就会记得 应该有类似这样的经文的序 这就是在讲这个事情 哦 苦贤菩萨进到了无量无边的世界 无量无边的世界呢 也进到了苦贤菩萨的身中 甚至进到了他的一毛孔之中 哦 无量无边的世界呢 进到了他的一毛孔之中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然你必须要前面的真空观 理事无碍观的基础 之后 那 到了这一关你就自然而然 就说这当然是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 因为这都是空性嘛 哦 这一也是空性 一切也是什么 也是空性嘛 我们会执着说不行 是因为你认为一是一 一切是一切 这是一个是很小的 一个是很大的 对不对 哦 那你有执着分别的时候 你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 哦 这个小的入到大的 或许还可以啊 啊大的怎么可以有办法 入到小的呢 是不是 哦 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说 这一也是空 一切也是空的话 那当然 空入空 简单讲 一入一切是空入空嘛 一切入一也是什么 也是空入空啊 那不是OK吗 哦 那不是OK吗 哦 哦 好 所以呢 那就是 啊我们现在就先看 哦这个 师父呢 他用这个 一是千登 哦 的这个例子 哦 倒数第三行 他说这个苦片即是广荣呢 这个片荣无碍呢 他现在就举这个 一是千登 哦 譬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房间里头 哦 我们大殿里头 这是一个房间嘛 叫一是 哦 那里头有好多灯啊 哦 虽然是没有一千盏灯啊 但是有个十盏 我们讲的是有十盏 那也可以了 哦 那你像我们在 在看书的时候 你在看书的时候 请问你 你在看书用的这个 这个光 是哪一盏的 你能够去分别它吗 你不能啊 哦 虽然有的灯离你近一点 有的灯离你什么 远一点 可是现在 你看书的这个光 你不能说 它只是哪一盏的光 是不是 哦 它已经是消融成一个光了 哦 消融 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 千灯之光呢 它是 互片互融 互色互露 哦 也就是说啊 这个一号灯 一号灯里头 它也有二号灯的光 也有三号灯的光 也有死 它有一切灯的光 在这一号的灯 这里头 二号灯呢 也有一号灯 三号灯 四号灯所有的光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再去分别说 我这个光我只负责 我这个灯 只负责这个部分的光 其他的部分我就不去照了 没有啊 这每一盏灯 每一盏灯所出来的光 它都是片满整个房间嘛 是不是 哦 每一盏灯的光 都是片满整个房间 所以每一盏灯光 都片满房间 所以这每一盏灯的光 都是互摄互融 互片互融 互摄互露 所以光光相应的非一非一啊 所以一号灯的光跟多少灯 你说它是一吗 你不能说完全是一 为什么 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一号灯 离你的比较近的灯 好像是比较亮一点 离你比较远的灯 它的光就比较暗一点 它还是有差别啊 可是呢 你也不能说它是差异 为什么 它已经融合成一个 一个房间里头的光了 所以你不能执着一 也不能执着一 所以一灯之光 骗互千灯之光 这个一号灯 它的光呢 它已经骗到了 骗到了千灯之光 所有每一盏灯的光 都有这一号灯的光 所以它骗 这个叫普骗 一号灯的光 它骗到了其他千灯的光 那所以千灯之光呢 入于一灯之光 那所有千灯之光呢 也同时就入于什么 一灯之光 这个就是广荣嘛 所以一灯之光骗于千灯之光 这个就是普遍 那千灯之光 入于一灯之光 所以这个一灯就怎样 就广荣啦 因为这一灯里头有什么 有千灯之光嘛 是不是 把千灯之光都包容进来 这就是广荣 那一灯如此 千灯兼如此 这一号灯是这样子 二号灯也是这样子 所以每一盏灯都是同时 既是普遍 又是什么 又是光荣 所以如果用这个光的例子就是说 这一号灯普遍到了 一千灯 一号灯的光 达到了这千灯之光 那千灯之光呢 也记录了什么 这一号灯的灯光里头 所以普遍即是广荣 普遍即是广荣 那等一下他会又说回来说 广荣也是普遍 广荣也是普遍 好 那我们看回来这个经文 看回来这个经文 他说 有普遍即是广荣 就是说像这刚才讲的 这个一号灯呢 进到了这一千灯 一号灯光 进到了这千灯之光 这就普遍 那可是千灯之光同时也入到了什么 千灯之光同时也入到了一号灯的光 这就是广荣 对一号灯来讲就是 他广荣了这千灯之光 对这个一号灯而言 他里头有千灯之光 所以他就广荣了 他就广荣了 所以呢 我就说 这个普遍就是叫做一入一切 广荣就是一切入一 一切入一 如果我们用事项来讲呢 比如说大家今天呢 来到了这个 新善事 新善事里头有很多东西 有桌子 椅子 有电扇 有手机 有客室这样 这叫一切 你呢 你只是在这里头 你只是一个法 对不对 你只是一个法 比如说黄师兄 他进到了新善事 那黄师兄进到新善事的时候 这里头就有很微妙的事情 就是 黄师兄普遍进去了 新善事里头所有的东西 黄师兄进到了桌子 黄师兄也进到了椅子 黄师兄也进到了这个 你我他 因为新善事现在也包括了 我们坐在这里听课的人 是不是 黄师兄进到了这所有 新善事的一切法 那这一切法同时也进到了什么 也进到了黄师兄里头 这是从事项上呢 就是说是可以这样子来说母的 那你会说为什么 最简单就是说 首先呢 这就是一种 缘起性空 一 譬如说黄师兄他也是缘起性空 对不对 那 新善事里头的这所有一切法也是什么 也是缘起性空 所以 一也是缘起性空 一切也是怎样 也是缘起性空 所以就空来讲呢 当然是无障无碍嘛 对不对 这个空 跟所有一切 一法的空 一法的空性 跟一切法的空性 是平等没有什么 没有差别的 平等没有差别 所以可以低度一切一切入义 所以片在一切宗词 这个片在一切宗词呢 就是说这一法 片入一切法的时候 就叫片在一切宗词呢 这一法片到一切法的时候呢 极附凡色彼一切法全注至一宗 也正是怎样 色彼一切法全注至一宗 就是 这一个法呢 它把所有的一切法寒色进来的 这个色就是寒色的意思 色就是色法 我们说色取嘛 色就是把它拿过来的意思 色取 色录 把它拿进来 色 色录 所以就是把这一切法呢 放到 等一下 自己这一法里头 把所有的一切法 放到自己这一法里头呢 那当然对这一法来讲 又叫做广容嘛 是不是 比如说黄师兄呢 他把我心善事的桌子里头 通通把它射进去他的身体了 黄师兄把所有的心善事的桌子里头 甚至蟑螂老鼠 还是一切法也要帮 当然要包括这些啦 是不是 你不能说 哦 这蟑螂老鼠 他也是一切法的 一样啊 就对老鼠而言呢 老鼠也是一路一切一切路一样 你要这样子去做法界观 这个就是 你不能把老鼠 蟑螂排除在外 是不是 哦 所以说这个不杀生戒呢 其实哦 不杀生戒就是说 你首先你要进入这些法界观 你必须要 把所有的事物要至少 要看成平等的 你如果去杀害他 那就是 就是有这个分别心啊 你才会去杀害他 认为 这就有人为的对立啊 是不是 这跟法界就不相符合了 不相应 好 所以 环色 环色比一切法全注至一中 那就是一切入一的意思啊 把这一切法弄进到自己这一法盘中 就环色比一切法全注至一中 就好像黄麒士呢 把这个新战士所有的这个桌子椅子 甚至说蟑螂老鼠这些蚂蚁 通通涉入在黄师兄他自己这一法中 所以对黄师兄来讲这就叫广融嘛 这叫广融嘛 好 所以因为你看这个文字 它比较抽象一点 所以我们要透过举一点例子 来帮大家了解 如果用刚才这个水月 就是说 遍在一切中时 就是这个月亮呢 月亮遍布到所有的江河的时候 那这些江河呢 也怎样 全部都在什么 这个月亮里头 也是 其实呢这个的确确是如此的 比如我们 刚才讲的黄师兄跟新善士 我们会认为黄师兄比较小 新善士比较大 所以应该是 新善士包容了 包含了 这个黄师兄 对不对 大的去包容小的 可是如果你在讲 大的包容小的 相对起来 其实就是 同时也是小的去包容 小的去包容大的 因为这两个是一种 相带的关系嘛 大跟小 大跟小 这是一种相带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今天你是叫做大 你是靠什么 成为大 你是靠小的 你才成为大 如果没有小 可以去成立大吗 不行嘛 是不是 没有小的 怎么会去成立大 所以这个大 是因为小 才有大 那同样 同样这个小呢 也是因为大 所以他才怎样 成为小 所以就这种 相带的关系 他们是平等的 你不要 你不要被他那个样子 所迷惑 你要去看他们那种 相带的关系 相带的关系 你 有你才有我 有我才有你 所以我们两个平大 我们两个平大 你的大是因为我的小 才成立的 那我的小也是因为你的大 所以在这个相带的关系上面呢 他们是完全平等的 在相带的关系 那个印头罗网 对 金界门 类似那样子 那也是啊 那也是啊 诸可以设一切诸 一切诸又入一诸 对啊 没错啊 一切诸 嗯 那当然印头罗网又是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一样 嗯 嗯 这一诸入到一切诸 那就都普遍嘛 对不对 嗯 这一诸可以入一切诸 这就普遍 那一切诸入一诸 那就要做什么 就要广融嘛 嗯 就要广融 那这是属于比较抽象的例子啊 那我们是说 真正我们现在在这些事法上 嗯 就是说你要 我要直接说明 为什么 为什么 每一个人 他都可以包含心善事 心善事也包含每一个人 因为心善事跟每一个信徒 他都是一种 相待的 简单讲 没有信徒会有心善事吗 没有信徒 心善事就变成魂之馆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 就变成魂之庙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 没有信徒就没有心善事 那相反的 没有心善事 也就没有信徒了 为什么 就 就没有寺庙 就不会有所谓的信徒啊 所以他这种 是一种 相待的关系啊 所以 要进到这个法界关门呢 这个 赤字无碍 或者是周平寒筒 这种 所谓的空性 其实相待呢 就是 就是一种空性 就是说 他没有绝对的自己嘛 相待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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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小 所以没有绝对自己 自信是大 没有自信的大 没有说你本来就大 小呢 小也要大大而成小 所以没有真正很小 它是一个大大而成小 所以在相待这个 这个道理上面呢 大跟小是平等的 那一跟一切也是平等的 所以才会前面我们在实学们谈到 一中实 还有这一即实 有没有 这就是大家回想一下 其实呢 你看啊 我们复习一下 这个是习度相关 像个变能 以宿外的变能 失望里里忘事 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那个 252页 252页 这个是我们之前修学过的 之前那边修学的呢 其实也可以 回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录影 这个 如果你想要真正灌通的话 就是之前讲过了 你看我们现在学而实习之嘛 对不对 学而实习之 不亦越乎 是这样吗 学而实习乎 你就会 会有很多的进步 很多的法行 好 252页倒数第三行你看 他说次名一级多 多级一 其实一级多呢 就是一入多啦 的意思啦 一级多 那多级一就是什么 就是多入一嘛 所以一级多就是普遍 多级一就是什么 就是广荣 有没有 多级就是广荣 还从前门的什么 向上去向下来 向上去就是什么 从一数到十 向下来就是什么 从十数到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继续叫 向上去 那向下来就是什么 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 这样 所以说如是一及十 原成古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讲 就是说 一跟十它是互相原成的 有一才有十 有十才有一 所以他说若一非十 十不成立 那如果一它不是十的话 那十就不能成立了 那从向下来 一如是十即一原成古 若十非一 一也不成 一跟十呢 它是互相原成的 有一才有十 有十才有什么 才有一啊 不能说只有一没有十 因为如果没有十的话呢 你所谓的一是不能 没办法成立啊 那你那一是谁的一啊 如果没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那个一又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所以要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那个一才有意思啊 才有意义 那十更不要讲 十要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不然你那个十怎么来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种相待 互相原成 就之前我们在十宣门里头 就讲过了这一跟十 现在让它把十就改成一切啊 改成一切 我们要翻回来 翻回来 所以说啊 如果这个现在我们来讲 我们现在看的任何一页来 就是整个所有的华盈经 任何一页都是整个华盈经 因为华盈经它就是 这个道理嘛 这个道理 看它在十宣门也没有脱离这个道理 它在法界官门也没有离开这个道理 所以就是说 讲了无量无边的佛法呢 其实是一个道理 虽然是同一个道理呢 可是却可以讲什么 可以讲无量无边的佛法 所以我们看过来八三页就是说 骗在一切中时 普遍 这一进到了一切 一普遍到了一切 就一入一切 那也正是一切入一 一切入一 一切入一就是 还设比一切法全注至一中 把所有的一切法呢 涉入了 含涉在 自己这一法当中 就一切入一 这个就是广融嘛 所以 骗在一切时中 这就是普遍 其一步 凡涉 比一切法全注至一中 这个就是广融 所以这几句话呢 首先是讲普遍即是广融 可是呢 接下来他又讲话来了 又有广融即是普遍 刚才是说普遍就是广融 那接下来他又讲话说 广融即是普遍 这就是指示说 视角的问题 视角的问题 那广融 前面讲的广融就是 这一切法入于一嘛 一切法入于一 一切法入于一的时候呢 也正是一法入了什么 一切 一法入了一切 所以到底是你入我 还是我入你呢 譬如说我这里呢 这条毛巾啊 这条毛巾假设有一千根线 这条毛巾呢 有一根千线 那你们说是 这一根线入了这条毛巾 还是这条毛巾入了这一根线 这个是一个相互的问题 因为你去入它 它同时也就怎样 也就入你 好我们最简单 我们在物理学常讲 作用力跟什么 反作用力是同时的嘛 对不对 你看我 我打桌子 我打桌子 其实桌子也在怎样 也在打我啊 对不对 我在打桌子 其实就是桌子也在怎样 在打我 所以我会痛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我们觉得好像我是主体 我是觉得我去打人 可是同时你去打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是在打你 有智慧的人他就是看到这一点 没智慧的人他就只有看事情 就只有从一个角度去看 所以他觉得说 我占了便宜嘛 所以说你看有智慧的人呢 他是说吃亏就是什么 占便宜 就是说 得跟师 得跟师 圣跟父 它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 摄跟祝 摄受 或者是进入 摄受 摄 因为下一门是讲摄 摄跟祝 下一门是讲摄跟祝 第七门是讲摄跟祝 现在讲 片跟荣 一样 其实摄跟祝就是片跟荣的意思是一样 只是他换一个 换一个名词 换一个说法 我片入 那也是我广融 你广融也是你片入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一体的两面 一体的两面 所以他就再讲回来了 所以呢 广融的时候呢 也正是普遍的时候 所以广融呢 他说 广融说 另此 一层 繁极片在 在自内一切的差别法中 一层 管己片在 这个就是片 管己片在 这是讲普遍 但是呢 普遍在哪里 是自己 体内的这一切差别法中 自己体内的一切差别法中 自己体内的一切差别法中 比如说刚才呢 我们举的这个灯光 这一号灯光 里头有千灯之光 就是自内 自内的一切差别法中 所以你要注意喔 自内 自内有这一切差别法 这个就是在讲广融嘛 我自己的体内 我自己这一法内 有无量无边的这一切法 就表示广融嘛 自内 都在我自己的这个法中 这就是广融 广融 那一层呢 环片在 它这个就是普遍 所以呢 它这个就是说 有广融即是普遍 广融即是普遍 所以一层 环己片在 自内一切差别法中 所以这一句 有一点点你要从导庄看过来 也就是说 你要先看 自内一切差别法中 你要先看这一句话 自内一切差别法中 那这句话就是广融的意思 自内一切差别法中 可是呢 是我这一法又骗在我 自内的一切差别法中 那就又是普遍 又是普遍 所以广融即是普遍 广融即是普遍 广融即是普遍 那你如果用灯光来看的话 就是说我们先看 自内一切差别法中 就是 我这一灯 我这一灯就有千灯之光 我这一灯就有千灯之光 这是广融 我这一灯就有千灯之光 然后呢 我这一灯又骗在我 这自灯的千灯之光之中 那就是骗 那也可以用刚才黄师兄讲的 那个帝王天珠也是很好 那自内一切差别法中 就是我这一灯里头有什么 就有其他千万灯 我这一灯里头就可以看到 这其他的千万灯 就是自内一切差别法中 可是他自己自内的那 造出来的那每一灯当中 又有什么 又有千万灯啊 有没有 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 譬如说我这是一灯 对不对 我这是一灯 我这一灯里头有二号灯 有三号灯 对不对 会通通在怎么样 显现在这个珠子里头 可是这个一号灯里头 所显现出来的二号灯里头 也有什么 也有千万灯啊 懂这意思吗 这个一号灯 里面还有 对对对 所以如果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去坐电梯 它里头不是有镜子吗 你就会注意 有一些角度 你就可以看到镜子 因为它是前后左右 都有镜子的话 就会很清楚 你就会看到说 你有无量的生理在那个镜子里头 对不对 就是它不断的在找 不断的在找这样子 镜中又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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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 所以那个 因佛罗网的境界就是这样 这一株里头 它有十株 我们就用十株就好了 可是这一株里头 所写出的那个二号株 二号株里头又有十株啊 是不是 所以 为什么它 寒的时候 它包含着其他九株的时候 它自己同时又骗到 骗到其他九株 因为一中又有一切 一中又有一切 是不是 一中有一切 所以它寒色进来的时候 它也骗入 是不是 它寒色进来的时候 它同时也骗入 这个从伊佛罗网这个境界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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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网 泛网 第四泛天 这个帝网天出网 可以很好理解 好 所以呢 就是普遍即是广容 广容 同时也是普遍 同时也普遍 事故此一成呢 自骗它时即它骗自己 自骗它 就是它就是指一切啊 自己骗入一切的时候 也是一切 骗入自己的时候 就好像刚才讲的 那个帝网天出 对不对 我们就用十株 十株 十株 因为我们头脑不用那么费力 因为想十个株子 在互相照应 或者是十面镜子 但是 当时 这个 法藏大师啊 还是清凉博士 有点忘了 要 这个 告诉 武则天 这个华言的境界 一切一切 一切起义的时候 可以用十面镜子 围起来 然后中间放了根蜡烛 那进去看呢 就可以看到 哇 无量无边的蜡烛 对不对 无量无边的蜡烛 那一级 一级一切一切记忆 所以 这每一面镜子里头 同时就是 每一面镜子都进到了一号镜 然后一号镜呢 同时也进到了 其他九面镜子里头 所以叫色度无尽 重重无尽 对不对 这其他九号镜 同时进入了一号镜 一号镜也同时了什么 进到了其他九号镜 这个简单讲就是我们常常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其实这个法界本来就是怎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是没办法切割的 但是我们众生呢 就是愚痴嘛 看不清楚 这样的一种 不为缘起的一个道 所以就会切割嘛 没有想要切割 可是真正切割 切割的了吗 切割不了 切割不了 好 好 所以呢 智骗他时 同时就是他也骗智 那自己骗入一切 也是一切呢 骗入自己 所以能容能入啊 能容就是那个容嘛 能入就是那个骗 所以能容呢 可以讲就是他骗智 他骗智就是其他一切法 骗于自己 其他的一切法骗入自己 也就是自己含容的一切法 所以他骗智就是能容 那能入呢就是自骗他 能入就是自骗他 就是我进到了这其他的一切法 就我骗入了这一切法 所以他骗智就是自骗他 所以就是 这一法来讲 他是可以能容 也是能入 简单讲就是能容就是我去包容一切 那能入就是我进入了这一切 能容能入 所以这个你去注意 这都是一种不同的一个视角而已 能容能入 或者叫骗跟容 互骗互容也是一样 互骗互容 普骗跟广容 所以这样就是呈现出的这种 骗色无碍 色也就是容的意思 色受 我色受你也就是我包容你 所以色受就是容 所以骗容无碍就是 骗色无碍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本叫做骗容无碍你 简单讲呢 这骗容无碍就是很简单 如果你不要像他讲的这个 会有点晕头转向的话 其实他要讲一个道理很两样 就是 一法 他同时进入了这一切法 然后这一切法 也同时进入了什么 一法 他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只是他讲的比较文言一点 然后给他加了很多新的名词 这一法进到一切 这个叫做骗 这个叫做骗 然后呢 那一切进入这一法的时候 叫做什么 容 叫做容 你看我们修代书在开窍 就是这样 其实他就是说 一进入到了一切 一切也进入到了一 其实就是这样子 譬如说 我们过几天要筹票了 这个也是一级一切一切其量 你这一票 也是一级一切一切其量 你知道吗 很厉害的 你不要小看你这一票 是不是 因为这个所有的最后的结果 不就都是这每一票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吗 是不是 每一票 所以说每 这个在政改选的人都会说 你每一票都很重要 是啊 没有错的一级一切 因为每一票都会影响 是不是 你说谁来 因为什么 因为每一票都是平等的 每一票都是平等的 每一票都是平等的 我呢就是每一票最后者 所以引起一切 你这一张票跟所有的票呢 这种关系 这一张票跟所有的票 它其实它是平等的 它是平等的 这个就是 你这一张票就进到了所有的票 所有的票也进到你这张票 那就是互设互入 互设互入呢 互设互入就是换下一门 用的名词 下一门它不讲 片耿荣了 它不讲片耿荣 它改成叫做什么 社耿荣 其实社耿荣就是片耿荣 是不是 但是它在换了这个名词的时候 它把那个主体也换 所以呢 在片耿荣的时候 它叫做从一层去旺一切法 那我们现在看第七 它开始 社耿荣呢 它开始改成叫一切法 旺于什么 一法 其实是同样意思嘛 因为你只要是互入 我进入你 你也进入我 那其实 就算我去看你 也是互入嘛 你去看我 也是什么 也是互入 但是这时候它把名像怎么样 换了一下 简单讲 我们祖师大德呢 三世诸佛 就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换汤不换药 真的啊 三世诸佛 所以你看今天讲 三世诸佛皆依菠若菠若菠若蜜 得阿妙多罗什么 三米多罗 菠若 所以菠若呢 就是那个药 但是呢 遇到不同众生 他可能要 没办法直接都讲空 因为这个 这个众生呢 吃同样的汤了 下次他不吃了 所以现在要换个 给你换个花样 好像小孩子啊 你要他吃饭 你每餐都煮一样的 不要说小孩 我们人也是一样 对不对 披萨 披萨再好吃 给你吃到第四次 连续吃四餐披萨 第五餐 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要披萨就好了 所以要换一下 换一下 但其实你的身体呢 最重要还是 就是要有 要有什么 要有淀粉嘛 要有脂肪嘛 要有蛋白质嘛 这个是真正的 你的身体要的是这些 可是每天都拿安素给你吃 安素假的都调好 就是你需要的那些营养 吃到第三罐的时候 拜托不要再吃了 对不对 要换一下 换一下 所以呢他现在改了 叫做什么 射入万万万 换一个说法 换一个视角 叫做一切来望于一的时候 一切来望于一的时候 那一样 未必一切望于一法 已入他即是射他 一切全入一中之时 一切全入一中之时 即令彼一完复再至一切之内 同此外 也就是说入他就是射他 那前面叫做骗 那前面叫做骗 他用的叫做骗 就是自骗他就是他骗字嘛 前面他用的名项叫做自骗他就是他骗字 现在呢改一个叫做入 所以入他就是什么 涉他 其实涉他呢 涉他就是入自 涉他 把它涉进来 把它涉进来 那就是把它入进来的意思 所以涉跟入两个就是刚好相反的方向 我涉受你 我涉受你 就是你进入我 所以我们要涉受众生 有没有 要涉受众生 就是把众生进入佛门 对众生来讲呢 叫做我进入佛门 对众生来讲 叫做我进入佛门 那佛门来讲呢 叫做我来涉受众生 大家懂这意思吗 所以涉受跟基督他是刚好 相反的 相反的一种说法 佛门来涉受众生 佛法来涉受众生 那众生呢进入了佛门 众生呢进入了佛法 那就是说 你的主是谁啊 主是佛门的话 佛门的话就是佛门来涉受 那如果主是众生的话呢 那就是众生进入了佛门 进入佛门 你看我们今天有这个杨居士 对不对 杨居士 他进入了佛门 进入了心善之门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心善之门涉受了什么 涉受他进来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互相的嘛 如果是从杨居士的角度 他叫做进入 他叫进入入门嘛 进来了 进入了 以佛门来讲说 我们涉受他了 我们涉受他了 这样 所以呢 但是这个都是互相的啊 对不对 入跟涉也只是一个 就像得跟师 圣跟父 他其实都是一体的两边 所以入他也是涉他 入他也是涉他 那么入他呢 他说一切全入一中 这一切法进入了一中 一切全入一中 一切法进入了一 进入了一法 一切法进入了一法呢 也就是一法 同时也是一法 进入了一切法 所以即今彼一 还复再至一切之内 还复再至一切之内呢 就是说这一切是在自己中的一切 好像刚才讲的帝王天珠有没有 帝王天珠 就是说这一珠里头 就有这千珠的影子 一珠就有千珠的影子 所以呢这一千珠的影子 就在这一珠里头 所以在至一切 你可以加一个字叫 至之一切 自己里头的这一切法 自己一切法 所以这一法呢 在自己里头的这一切法里头 所以也就是一切射一 一切射一 一切射一 所以入他就是射他 入他就是射他 入他呢就是一切 一切法进入了一法 射他呢就是一切法 射受了一法 射他就是一切法 射受了一法 所以入他就是射他 入他就是射他 所以有射跟入呢是无碍的 射就是入 入就是射 这个只是一个角度的不同 但是呢它是相通 是没有障碍的 好 又有射他 这个句头有一点点还要修正 又有射他 即是入他故 就说回来 因为前面那一句是 这个入他即射他 那现在要说回来就是射他即是什么 入他 那射他即是入他的话呢 一法全在一切中实 完入一切横在一中 那我们看到 射他就是一切来射一嘛 一切法来射受一法 叫做射他 那入他就是一切法入于一法 你要知道这个他就是指一法的意思 所以一切射受一的时候呢 也是一切入于一 一切射受一 也就是一法全在一切中实 一法全在一切中实 这个就叫一切射受一嘛 一切射受一 所以对 一法全在一切中实 那么 还令一切横在一内 一切横在一内 那就是一切入于一 一切入于一 一切入了一 同时无碍实之 这个也是比较文综综一点的 这个 我们跳高文字呢 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 射入无碍 射入无碍 就是说 这一切来射受一的时候 也是一 一切来射入了一 那一呢 进入了一切呢 也是一来射受了一切 为什么 因为射跟路是一种相互的 也是所谓的 一种相待的关系嘛 你来射受我 或者是我可以进入你 譬如说 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杨居士今天进来了 那这是一种 要两相情愿 因为呢 他也愿意进来 然后呢 我也愿意把门打开 对不对 不然昨天 我们时间到了 要来练鼓 我们还没开门 那就进不来 他想进来却进不来 对不对 所以一个要愿意把门打开 一个要愿意进来 所以这是一种相待的 缺一不可得 所以在这一节来讲 他是平等 所以 你射受别人 同时你也就进入了别人 别人射受你 同时别人也就进入了你 所以其实这就是射跟入 它就是怎样 它是一种 一体的两面 一体的两面 你从这边看叫做射 你从那样另外一头看 就叫入 或许我们再用 这个更简单就是来跟出 在中论讲叫来跟出 其实来跟出 其实就有点是射跟入 的意思是一样的 来跟出 就是来跟去 来跟去 请问你们今天是来心善事 还是去心善事 对我师父来讲就是说 你们来心善事 你们来心善事 对你们家人讲就是叫做 我去心善事 对不对 所以说到底是来还是去 到底是设还是入 都可以 都对 所以来来心善事的时候 也就是去心善事的时候 去心善事的时候 也就是来心善事的时候 只是讲话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对不对 只是讲对话的对象不一样 所以去的时候正是来的时候 设的时候正是入的时候 同样 我们最来读过的就是 生就是死的时候 死的时候就是生的时候 设跟入是同时 死跟生也是同时 来跟去也是同时 所以 这只是说 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看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一天一天过去呢 离要死的日子越来越近 你也可以从来 我离往生的日子越来越近 对不对 如果想说我往生越来越近 你还会觉得蛮好 这也蛮好 所以说 这就是说 同样一件事情 你要从哪个角度 你从这个角度叫做社 你从那个角度它叫做做做 但是它不是两件事情啊 所以它叫社就是出 出就是社 来就是出 出就是来 所以在中文它中边讲 如果是这样 它叫做不来不出 那华言它 它变得叫做四肆无碍 不来不出 是从真空观的角度来谈 不来不出是从真空观 那社入无碍呢 它是从四肆无碍观 所以说 这层级有点不太一样 中文讲的 不来不出 不设不入 不设不入 不设不入的话呢 这是从真空观来讲 但是 入它就是社它 社它就是入它 这个就变成四肆无碍观的层级 来讲这个事情 所以咯 你要讲起来呢 华言是 当然是它的这个层级 会比中论还要高 因为中论毕竟它是在 就是谈真空观 从中空观的角度 但是华言经的话 它已经不但真空观 慢慢还进到里四肆无碍观 然后到了什么 四肆无碍 周病含观 但是 四肆无碍 周病含观 它的基础 完完全全是建立在真空观上面 所以如果你中论的基础 不够好的话 你中论的基础不够好的话 你听华言是 听得很虚浮啊 因为 你只是觉得 哦 好像是这样子 但是你 你感受不到那个味道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真空观 你不知道空性 那你会觉得这些事像 讲的这样奇奇怪怪的 好像很玄妙 但是如果你有真空观的基础的话 就知道说 法尔无事嘛 因为空射空空入空 对不对 空入空空射空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空射空就是空入空 对不对 那你就不会有障碍 会有障碍就是因为你的真空观 没有建议 才会产生 这在世事无爱上的这些障碍 好 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说 今天我们讲的六七这两门 它其实是相对的 一个是一望一切 一个是一切望一 就好像前面的里望四还是四望里 所以你看 里四无爱观的时候 它用的叫做里望四四望里 四四无爱观的时候 它不用里跟四来相望 它用什么 一跟一切来相望 在里四无爱观的时候 它用里跟四来相望 在四四无爱观的话 它用一把跟一切把来相望 那其实 骗走跟色路 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我们用最简单的就是 其实它就是一个路就好了 一路于一切 或者一切路于一这样子 然后就 一路于一切呢 你可以说它就叫做骗走 那一切路于一就叫广路 那一路于一切 那就是 一路于一切就是 就是它的这个 赦祂 一路于一切 就是赦祂 那一切路于就是赦祂 这都可以讲通的 所以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种 互入的 可以说一种一跟一切的互入 既然是互入也就是互色 那入的话就叫做骗 色的话就叫做融 就换一个名词而已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 你就想最简单就是入 入 一法入于一切吧 就这样 那你就可以开出一入一切 那同时也是一切入一 那入的相反就叫做色 那色跟入呢 换个名词 那就叫做骗跟融 就是骗跟融 换个名词 就叫骗跟融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探长这一跟一切的这种 互色互入 或者是骗 土骗跟广融的这种关系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速度回向 愿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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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好 星期未经许 不得了